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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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一旦脱离了他本身的形象 可能就是有30%的不嫌老 他本身的优势娃娃脸虽然看起来不嫌老 但是这也是他演戏生涯中最大的弊端 系录限制的非常死 还是得赶紧垂列演技 不然等到年龄再大一点 再去演高中生之类的角色真的太违和了 不过谭宗韵自己倒是很乐观 被问及娃娃脸是否限制了自己的戏路时 他表示 我没有觉得一张娃娃脸会有怎么样的限制 接演青春剧是两情相怨的事 如果我足够喜欢 我能够感受得到 我觉得就不存在年龄这个问题 想抱人 颜值不可缺 然后又有大抱具加持 看吧五花人均手握两部加抱具 九零花颜值话题不可缺 谭宗韵还不行 他吸不到事业粉 能抱的花 首先得立起来单枪匹马的人设 他的剧都是甜腻 让人看得乐呵 流量是因为有粉丝 热搜营销或者怎样都是贩卖魅力 谭宗韵的剧火了之后 大家可能会对他的戏有期待 下次还会买单 但这种吸到的都是剧粉 想要变 流量还需要个人魅力 能吸引到粉丝的那种 然而谭宗韵正是缺乏吸粉的个人魅力 或者没有把个人魅力释放出来 外形属于可爱 怪就很难靠流量挤进时尚圈了 但这对他也不是坏事 他不需要用流量换影视资源 现在带得起剧也可以踏踏实实 接到好剧本拿出好作品 不如维持现在的状态 有戏拍又不用站在风口浪尖被人挑刺 也不用承担人太火带来的争议和压力 从青春剧里的小角色 小演员到大热剧里的龙套角色 再到女主角 最终以大热剧大女主的身份 出现在大家的实验中 谭宗韵的演技之路走得还算踏实 在以戛人之名开播后 有人透露 谭宗韵出演的李健健这个角色 最开始的首选女艺人是郑爽 但是郑爽因为党级原因给推掉了 所以才有了谭宗韵出演 因此也有不少人把同是90后女艺人的郑爽 谭宗韵来对比 不过谭宗韵也似乎并没有做流氧小花的前置